Hello 大家好 又繼續我今次的Cancer Vlog的分享 上次講了一些比較實際的操作 真是如何去做一個測試 如何去跟醫生經過病情 我今次更加想分享的就是 確診後如何去控制 如何去面對情緒方面 因為其實我覺得那件事反而是我們作為病人最難 或者是最需要去做到的事情 因為其實其他事情都要交給醫生 我們的知識就有限 只能夠盡量在選擇上去想清楚一點 但情緒上的事情就反而是 我們要自己去找到辦法去解決 所以醫生可以說不到真的有限 所以可以分享一下我有做過什麼 當初確診的時候 醫生都基本上沒有告訴我 有什麼治療方案的 就是告訴我我們要轉介你去中學科 其實它都是一個事實的性質 就是告訴你事實是什麼 當然坦白說 那個震撼是非常大 就算在那個時刻 聽到消息之後 是不會反應的 會有延遲的傷心 哭 其實會延遲了 可能是過一晚或幾晚之後 我都不記得 回到家才會爆發的情緒 會很難睡得著 因為你會不停擇醒 然後就會問自己是否在發揮 但每次都很失望 就是你不是在發夢 這個是事實 那一件事我做的就是 其實都決定了三晚之後 如果都不是發夢 那我就要接收現實 就跟自己說 第一件事其實是 你要先讓自己睡醒 因為就知道 如果再睡不得好 症癌都沒有殺死你 你就自己都已經受不了 所以我就給了自己三天時間 去發夢 但是三天之後當然就不是夢 那我就開始調節自己的心情 就發洩了出來 就開始慢慢調整 睡得回 這個是難的 真的是難的 但是都問一下自己 其實有多想生存 如果想生存的話 你也要面對這件事 就開始去把自己的動力 那個集中力放在 我有什麼可以做 就不是在想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不幸運 我又不吃煙 那這些事情其實 有幾個 有幾樣東西我是 就是很conscious 去沒有問到醫生的 就是說我還有多久的命 這個是沒有問的 我不想知道 因為那些都是一些數據 但是會影響到我的心情 那另外就是 我沒有同感 我從來沒有問其他人 或者自問 為什麼是我這件事 因為所有事情都是機會 那既然發生了 那一定是 要不就不幸運 要不就有她的原因 她的原因就是 可能你這麼想 就是要你經歷這件事 那如果你相信這件事 那你就相信 這個是你的課題 那這個是我比較相信的方向 那我就 從這個角度去出發 OK 這個是我的課題 那我應該在這個情況之後 是怎樣去 有最大的得著 學到一些東西 那可能我的靈魂 就會有一個進步 有一個升華 去到 學這個方向 那這個是我的 我一個技巧來的 老實說 那也是因為這樣 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 這件事是你 轉念這件事 就是 你將這件事 去用另一個方向去看 神奇的事情 就會開始發生 真的好神奇 那一路以來 其實 有沒有限過這麼多的巧合 發生 令到病情又扭轉 但是其實每一個巧合 其實都不是純粹 我坐在這裏 會發生的巧合 全部都 很多都是一些 我是主動去 去找到回來的一些機會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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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當初是 坐在這裏 哭得太久 其實我就會錯過了 這些 這些機會 老實說 那不是要說 要 馬口炮 但是我就是想分享一下 其實 情緒 其實 面對情緒 在確診癌症之後 你做得好不好 我覺得是 甚至 比 治療 都沒有比 其實都有 互相都是很重要 很重要 你要先搞定自己的情緒 第一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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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分享一下 那時候我就 那 那 這個後話來的就是我最近有個朋友 都是 他的外母確診 那 就 那 那 因為它做了liquid把握事 即是不缺找到的基因 而知道了是EGFR 可以用標靶藥 但問題是政府的補助不承認liquid把握事的according 我都沒有仔細去查 所以一定要抽組織才可以承認去資助這個藥 但問題是當你開始用標靶藥 你抽組織是難了到越失敗 所以這就是一個奇怪的循環 你又沒有理由不服藥 讓那個人生多一點 再抽組織 有cancer是一些很麻煩的制度 在這裏想起 我希望大家如果有這樣的朋友 真的要快點叫他們打個電話給一些機構去問 因為有些很經驗豐富的 我介紹和推薦癌症資訊網 打給他們問一問 因為他們很清楚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就會告訴你 你快點抽組織才開始吃藥 可能就會給到這樣的提示 可能就會幫了很多 因為我們這個病其實有很多很棘手的問題 有些不是純粹是藥 我們說回情緒方面 我覺得有一個分享 就是有一個朋友 我是一個活動認識的 他就是確診了 忘記在哪裏是胸癌症 但他是一期的 他做完化療醫生說 你只有5%的機會是會復發 誰知道他做完很快 幾個月就復發 所以他的情緒就崩潰了 因為覺得很不幸運 這麼快就復發 他在哭的時候我就跟他聊天 但醫生都說這個復發其實是越位 就不是一個擴散 其實問題應該是不大 就是不是一個很惡劣的環境 但他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因為他覺得自己非常不幸 5%都是撞 我那天就跟他聊天 我就告訴你 其實我四期的 我四期的一個癌症 之後都會看回一些文獻 可能說五年的傳播可能是5%左右 當然當時不是有這些這麼先進的藥 統計是一早去到現在 那我中的那隻基因是 只是肺癌的1.5%還是2% 那我都中 但是反過來就是 因為我是一個很渺忘的機會的情況之下 我可以有一個進展 但是我都是現在都是沒有分別 我還是有癌症 不是說康復也沒有這個 我都是隨時會有一些轉變 也不出奇 但是我就會覺得 分享一下就是 其實情緒是很特別的 它是會由你從一個位置去到另外一個位置 或者你可以從一個沒有什麼問題的環境 去一個差一點的環境 你可以很傷心 但是在我們的個案 其實我安慰著這個朋友 一個四期的病人 安慰一個一期的病人 其實分別只不過是 我由一個很低的低點 去一個高一點的地方 而是相反的 所以我想分享今天 其實情緒的事情 你明白了之後 你可以有一些方法去疏到它 以及去理解是一件什麼事 其實你去嘗試去理解它 你去嘗試去找一些方法去 improve 它 就因為有時候你坐在這裏 或者你是會胡思亂想 你的情緒就會好像一隻馬一樣 扯著你到處走 但是其實你自己主動 你是有些事情可以做 例如一些運動 詳細我覺得這些 我有很多事情很想分享 其實我做了很多事情 在我人生做了很多很多的改變 是令到我的情緒好很多 你看到我現在其實是開心的 其實真的 但是不是純粹我坐在這裏 或者我的病情好 其實我是做了很多事情 在背後有很多努力 或者是一些很多routine的事情去做 因為我知道那些事情是很實際的 有些是 chemical 可能是 不是一些偶然的 是真的有科學緊據的事情 是令到我情緒好 而情緒好 我相信是會令到我病情樂觀 還有會有更多機會去生存 所以一環扣一環 其實我覺得 我只能做好每一件 我控制到的事情 盡量做到最好 增加生存的機會 可能每一件事增加0.5%已經很高 但我做了一系列的事情 可能在最後這些就是一些機會 可以令到有一些進展 所以希望我們大家都可以 有沒有病的都可以分享 其實現在很多身邊沒有病的朋友 完全身體健康的朋友 他們的身體狀況 感覺可能是比較差 距離會寫腰栓背筒 可能他們的情緒 他們的壓力很大 工作或者是什麼 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是可以一起分享的 真的可以 真的不是說 你有病我沒有病 那麼簡單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一些思考 我覺得 今天講到這裡 我下次希望有興趣再聽 我就繼續講 好 拜拜